字幕製作曲 李智青 其實時間過得很快 又來到星期一 又和李智青一起做節目 是不是很開心呀 我記得額下的頭很配合今天的主題 你是不是很喜歡跳舞 我很喜歡跳舞 不過我不懂 但你喜歡跳什麼舞才行 就是土裙舞 土裙舞 下次台慶我跟顏星講講 你跳土裙舞 跳草裙舞 草裙舞沒有跳 但是我喜歡跳森巴舞 或者Zumba 因為現在的健康舞其實很流行 其實我是沒有跳過 你真的沒有跳過 我只是跳那些叫什麼 四步 三步 即是雪茄宴的十字舞 十字舞 暴露了你的 就是Chacha那些 但是這些健康舞 就真的不懂跳 如果你不懂跳 不要緊 今天我們請來專家教你跳 是呀 這位朋友 見他纖纖瘦瘦 我經常以為跳舞的人 身形越來越健碩 不是的 跳健康舞 是除了可以讓你 我不知道是不是 要問問專家 就是多些養化活動 帶養活動 帶養活動 我也開始老化 帶養活動 還有健康 其實跳舞 可以說是簽體 但是是用健康的路程去看 不如我們兩個外行就不要裝了 就問一問內行人 Petty 你好 大家好 有聽到這個宣傳聲帶 今晚我們職業特工隊 專程邀導 就是請了專巴舞 Zumba 應該是吧 其實近年很流行 Zumba舞 其實Zumba舞 以我知道 就是一大群人在跳 就是跟著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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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教師教你怎樣跳 其實不是亂跳的 是有程序 有步驟 是嗎 是 有些步驟 是我們要學回來 要訓練過 其實Zumba舞蹈 是從南美洲帶來的 它有幾種不同的舞步 它將這些舞步 就帶入健康舞 人們跳上來就不只運動 就像大家經常開派對 在跳舞一樣 所以其實是很開心的一個舞 健康舞 其實我是很想跳 不過我怕自己的穩率跟不上 人家跳了十步 我才跳第二步 怎麼會呢 其實想問Petty 怎樣你會接觸到這個行業 還有為什麼 我不清楚 為什麼你會做到一個跳舞的指導 其實呢 因為很多年前 其實我也很喜歡跳舞 不過你知道 有時候賺錢和生活 未必能做到這件事 有個朋友有一天跟我說 我有一個上課 叫Zumba課 你有沒有興趣 我說有 我說什麼時候 在哪裡 我和一陣子去了之後 第一課 第一課其實我是跳不到的 我15分鐘停了 因為其實我是不夠氣的 是很激烈的 又不是激烈 因為你沒有運動那麼多年 即是不停的 你突然跳一個鐘頭舞 其實不是容易一件事 因為很多人以為 一個鐘頭舞 不是你在disco 那些 有些地方你要work on 你會做 某些動作 你要懂 就算在disco 跳一個鐘頭也很厲害 不要說是就這樣 練舞室練一個鐘頭舞 所以我很佩服一些藝人 明星 現在那些年輕人跳舞 那些boyband career 他們真的跳舞很厲害 因為他們整副精神 或者整副的時間 都在這個跳舞室裡練舞 是啊 因為那些韓國band 其實他們一天練成六個小時 八個小時 所以是 不用做健身了 他們已經 他們都要做健身了 是不是這樣的人 很多人很擔心 跳舞 是不是跳得多 跳得多 腳會粗的呢 小腿 我本身就不覺得 但是每個人的身體構造不同 有些人 腳很瘦 跳極都是這麼瘦 都不會粗 好像我這麼胖 跳極都這麼胖 如果你的腳本身是粗 跳多幾隻舞 都沒有所謂 但我想是會結實一點 結實一點 是的 你的肌肉會比較緊一點 剛才說過 你初接觸這一行的時候 有朋友帶你進去做Sumba 那時候我是學生 你跳了整個小時 你覺得自己都不夠氣 十五分鐘 十五分鐘 我跳不到整個小時 跳了十五分鐘 但我沒有放棄 因為我覺得 這個是我起步點 因為那時候小孩子開始大了 我有機會可以運動 我很想去運動 那我就繼續努力 那初初跳一下跳一下 就跳一個小時 最後朋友說 不如試第二堂 一星期跳兩堂 跳一下跳一下 就加了下去 最後一星期跳了五堂 哇 五堂等一天一堂 一天一小時 就是放了工就去跳一個小時 是 厲害 很重要 你有沒有這樣的行心 我工作心比較重 事業心比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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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記了事業心這件事 事業心 我們也要聽聽說 一個下壺心情 好嗎 好